勿入叢林的這個小白兔 我們那麼清純 那麼單純的相信 原來他是隔了那麼多天才被抓到 那剛剛也聽這個陽明 包含亮哥 漢廷還有我們這個玉君 都分析了關於罷免目前的態勢 顯然 我們做個結論 顯然 激進黨這邊應該蠻清楚現在的狀況 如果他們點點 假沒事情 那可能光是出來投罷免他的票 就會超過25%的門檻 那當然也順理成章的 會是這個同意罷免高過不同意罷免 那他就死定了 所以現在的陳柏惟 包含亮哥剛剛告訴你 他今天晚上最新的說法 顯然 他是想要正面對決了 同意罷免的有30%是不是 沒關係 那我就把不同意罷免的吹到31% 好像都一樣是過25%的門檻 可是我的票比你多 顯然會是這樣的一個模式 這個後面我們再來討論 來 我還是要先講 只是玩快腳旋風 馬台 剛剛我給你看過了 昨天怎麼說 今天怎麼說 這個完全是兩套標準 完全兩套標準 然後另外包含了 他說這個去電動間 還要被貼上賭博的標籤 不知道自己要檢討到什麼時候 解釋到什麼時候 還說這個人生歷程都是成長養分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他說他是草根長出來的雜草 但雜草通常活最久 我覺得這句話很明白 他就是在跟中俄選區想要罷免 站出來投罷免票的選民嗆聲 你進門出來投我是雜草 我會活最久 甚至還提到李登輝的這句話 說這個前總統李登輝曾經說 政治就是吞一口髒水 吐一口清水 人家對你的抹黑 你要吞到肚子裡面去 有苦自己吞的感覺 但是你吐出來都是清水 還社會一個清流 你真好意思 你到底吐出 我只知道你整天口吐芬芳 如果說我要把你直播的東西拿來播 或是把你跟年輕人聚會 不管是大港開上等等拿出來播 各位你知道會是怎樣嗎 從頭到尾就是這樣 嗶 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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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從頭到尾都是髒話 都是不堪入耳的話 我就從頭嗶到尾就好了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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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你給了年輕人什麼正面的教育 沒有啊 所以我覺得嚴寬恆這個說得很好 嚴寬恆說 來這邊 他說他最近工作很單純 不是上街幫忙舉牌 就是幫忙罷免總部折宣傳資料 發發杯水 這句話請記得 嚴寬恆說他不當政治人物之後明白 民眾對於政治人物的要求很簡單 是什麼呢 第一個 能夠相信你說的話 能夠幫忙解決民眾的問題 如此而已 誠實讓鄉親相信你 努力讓鄉親可以恢復正常生活 我不覺得這是一個 嚴寬恆講的這種至高無上 或是空有理想的廢話跟幹話 這是政治人物我認為最基本的要求 你要誠實嘛 讓大家相信你嘛 以前發生的事情你自己不講 現在被爆料 你出來再繼續說謊 那你就是不誠實 當了立委以後在立法院整天講幹話 在外交國防委員會絲毫沒有建樹 在網路上繼續殘害 強害這些青少年幼小的心靈 你對社會又有什麼樣的努力跟貢獻 你不誠實又不努力 沒讓鄉親相信你 沒讓社會國家感受到你的貢獻 那你就準備滾下台 嚴寬恆講的很直白 我覺得很有道理 來小曼 大家看到他說我拿一千塊去換代幣 大家為什麼會照這一千塊 因為就是法院認證嘛 法院判決書裡面就寫一千塊 可是你連這個你都不承認 你將來怎麼去保衛台灣啊 為什麼你沒有總去承認這個東西 然後他們團隊跟他 我是看過危機能 危機解決能力處理這最差的 你說你控制到大家身上說 誰沒有打牌 過年的時候誰沒有玩 比較類似這些 或者是說你的爸爸媽媽 你爸媽打麻將 你會去監視你爸媽媽 那是公商 這個不就是說我犯了全天下 男人都會犯的錯一樣嗎 你把這個事情拖到全台灣人 跟你一起犯錯 怎麼會有這種解決能力的方式啊 對 我覺得蠻差的 然後剛剛我看那個看板上面寫說 大家都給他潑髒水 那我請問你 當初你搞韓國瑜的時候 你是把整罐的髒水 逼他一直喝下去是不是 沒有 他是挖了一個池子 倒滿髒水 把韓國瑜坨壓進去 用水面去喝髒水 然後逼他喝下去 把韓國瑜丟進去 對 沒錯 這個舉例很好 你就是要去搞韓國瑜嗎 然後你還講了一句 說再出一個韓國瑜怎麼辦 這句話還給你 再出一個陳柏惟怎麼辦 不是嗎 然後我們當初雄中有一個高材生 韓國瑜去現場的時候 去跟他合照 拿了一本書 這本書送你剛好 我記得 為什麼愛說謊 我記得 我記得 這個學生當時 對 為什麼愛說謊 這個可以給陳柏惟 好好的去回憶一下 你這兩天的言行舉止 為什麼愛說謊 然後我們接著再講 他之前有造勢 造勢難免 大家誰開車騎車 沒有發生過車禍 插狀難免 可是你逃逸就是個問題 對 可以造勢 但不要逃逸嘛 造勢逃逸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最近綠營他們都登上了一列列車 叫做失言列車 很多人去上面留言 然後到今天又全部下車了 又不敢再留了 那我覺得綠營為什麼會對於賭博是那麼的容忍 我可以報個料 但這個料不能指名道姓 是一個老社會記者跟我講的 是真的喔 目前現任的某國安高層 他的親弟弟 親兄弟好了 我知道太明顯 親兄弟 曾經就是北部博弈遊戲館的大橫 真的喔 現任喔 現任的某國安高層 兄弟 曾經就是這樣子的人 對 北部 北部 所以我覺得綠營對於賭博這一塊 其實看得很寬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現象 從這邊就看得出來 那 講到說他為什麼會說我忘記了 不管是我肇事逃逸 我忘記的細節 或說 昨天講快打旋風今天又忘記了 對 其實大家都忘記了 我覺得他跟那個朱澤民 也可以登上另外一台列車 叫做失智列車 反正這可能是等一下才談的問題 那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陳柏惟他最近的表現 對於 對他罷免他的人來講 我覺得是利多 對啊 又失能又失意 又失智 好不好 來 我們去往下看 來 這一篇 這是我剛剛跟你講的 陳柏惟你不要再跟我講說 你曾經很辛苦 從底層出來是雜草活醉久 因為認知到了這個社會有多麼的黑暗 所以你現在要回饋社會 你沒有啊 人家是出淤泥而不然 你是出淤泥 也變成一灘爛泥 來 陳柏惟曾經提到 在過去的年代電腦手機不普及 休閒遊藝場是年輕的休閒娛樂 十三歲開始 休閒娛樂就是在遊藝場 一直持續到2012年 是十幾年前的下班娛樂 當時還會去追全台灣第一台 很多新機台 都在中立火車站那邊 這個外界質疑說 陳柏惟涉賭 陳柏惟否認 他說我十三會 十三歲出社會 從社會底層出來 年輕的時候跟爸爸進賭場 出賭場 知道什麼是賭博 那次事件就不是 他說 爸爸是賭場的負責人 這是事實 我沒有逃避過 我們也沒有攻擊你爸爸 爸爸很辛苦 正是如此 我比別人提早知道社會的模樣 也更知道要遠離賭博吸毒 爸爸還交代 不會念 做莊不要賭博 賣毒不要吸毒 當叫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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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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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可以吧 還可以 來 陳柏惟這樣說 陳柏惟這樣說 他說他從小都知道 要遠離賭博跟吸毒 然後這裡又告訴我們說 他年輕的休閒娛樂 就是去休閒有異常 這不就前後矛盾了嗎 然後我再給你看看 來 這個ID 就是陳柏惟的 這領書上都有 很多人在講 這個ID就是陳柏惟本人 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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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本人 他的PTT 從16年前開始有文章 大家可以去看 你去點這個名字 搜尋 16年前他就開始PO文章了 20歲的時候嘛 大學生嘛當然 就在PTT上面很活躍 他這裡面談什麼呢 來我們來看 談到賭球的 賭博投資 季後賽 季後賽 觀戰重點 任養NBA 再創巔峰 不舒服的監督模式 揚最後的跑壘 內野手被做假動作被警告 這些東西都是跟賭球有關的 你看2007年 08年 09年 到1617都還在講 都是跟賭球有關的 再往下看 專門 談賭博 今天我看到有這個媒體前面分享的就是這一篇 2018年 13年前的文章 莊家思維 他在這一篇文章裡面 露露等我看我真的是看不完 太長了 告訴你莊家的思維是什麼 為什麼莊家永遠贏錢 來 爸爸前面還告訴你說 做莊的不要賭博 然後陳柏惟長大以後 就在PTT上面發一篇專文 告訴你莊家的思維是什麼 這個莊家不是莊子 莊家就是賭博的莊家 然後 結果打麻將 談到涉賭場 2018年 涉賭場高雄藍綠直球對決 他在PTT上面的文章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看 這不會增加流浪沒關係 你去看看 他對賭這件事情 有多深的研究跟設立 有興趣真的可以去看看 漢廷有稍微幫我們看了一下 對不對 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研究的心得 來 不是 一開始那個 就是傳了這所謂 莊家思維 莊家思維給我看 然後我還以為是 最近的文章什麼 那再舉個例子 來分析當前政治時事 不是 越看越覺得 這什麼狗屁不通 2008年 然後再跟我說 陳柏惟的文章 幹嘛讓我浪費時間 看這種東西 然後我就稍微去找了一下 他過去PTT的一些文章跟紀錄 當然還是要講 就是人總有年少輕狂的時候 他過去愛怎麼樣 跟他現在確實是兩回事 但重點是 你現在有沒有能夠反省跟認錯 並且告訴大家 賭博是件不好的事情 或者你有沒有承認過去 你真的幹了這個事 只要有承認有反省有改過 社會都是可以接受你的 但關鍵就在於你沒有這麼做 首先第一個 他現在告訴大家 我們要遠離賭博 可是因為我在爬他帳號的時候 從2007年開始 看到他這個帳號 非常熱愛運動 他這裡應該有在本身打一些壘球 有一些糾團打做運動 不是那種多人運動 他這個做運動 我本來想說 這應該是一個認真向上的好青年 對不對 熱愛運動 結果發現他談運動 原來是因為他在玩運動彩卷 他的這些文章都是寫在運動彩卷版 然後跟大家分析說 你這個要下哪一隊 哪一隊可能會贏 還有什麼讓分跟不讓分 感覺寫得非常專業 每一隊應該要怎麼下 都很有專業的研究跟技巧 而且別人這麼寫了 他還會下面去補充留言說 我覺得你分析得很有道理 所以他確實是一個對賭博 對博弈相當有研究的人 結果他後來從政就告訴大家 哎呀這個也知道要 他從小就知道遠離賭博 很顯然是兩回事 對 但當然 因為我們不知道 這個人 第一種是你說要遠離賭博 結果你自己在賭博 這個就是胡說八道 但第二種可能的狀況 因為你以前在賭博 所以你後來才告訴大家 我真的遠離賭博 什麼意思 輸太慘了 好嗎 但沒關係 不論怎麼樣 我們最後旁邊還是要有個警語 遠離賭博 小心謹慎 然後再看到他的PTT帳號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最比較新的一篇 最近的 最近的這一篇 在9月12號的時候 是網路上有人在講說 哎呀陳柏惟是什麼 曙光之子 是習大大最害怕的人 現在被中共紅統黑暗勢力 全面追殺 所以台灣人要保住陳柏惟 保住民主自由 愛台灣 守護陳柏惟 然後陳柏惟親自回應 在第三樓 陳柏惟要親自回應 你反串要幾次 就說你在反串 就有人在網路上說 要保住陳柏惟這個民主的堡壘 陳柏惟說你在反串 第一個 你也知道什麼叫反串 綠營不是最愛幹的就是反串這種事嗎 把自己裝成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講一些極其腦殘的話 讓大家覺得國民黨都腦殘 這不就綠營最愛幹的事情嗎 你有沒有譴責過 沒有 第二個 這不是那反串吧 現在所有綠營電視台都是這個論調啊 不要罷免陳柏惟 那個就是中共的黑暗勢力 陳柏惟你怎麼沒有跳出來 對著你自己在上三立 自己在上年代的時候 怎麼沒有說 你們不要反串 不要反串 這什麼 這份視頻啊 霸Q已經升級為統獨之爭 請年輕人反鄉投票救國家吧 不用理這個陸怒族啦 沒好啦 他叫年輕人反鄉投票 陳柏惟怎麼沒有說 這個什麼 範先生不要再反串了 所以這些其實看得出來 我覺得這都是把它當成笑話在看 那麼最後還是很認真告訴大家 這個要對博弈 對運動彩卷有認真的分析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人的 專業跟專才沒有問題 但既然如此 那他就不適合出來從政 這很簡單的道理 你對運彩不會有專業 也沒有什麼好或不好的評價 社會自有公平 但是這樣的人 就不適合出來從政 那當然你從政之後 我們現在罷免你的主要依據 還是因為你是一個草包 草包再加上 你對過去的賭博這件事情 矢口否認 證明你是說謊慣犯 從你的文章可以分析出 你的這個人格是什麼呢 你就是一個賭徒性格 覺得凡事幹嘛 賭一把 會去電子遊艺場的人 就是賭徒性格 覺得賭一把有機會贏 所以才會去 沒有人抱著必輸的心情去吧 所以你當初要去大陸的時候 賭一把就能夠撈金 然後去高雄參選的時候 賭一把就能夠選上 選立委的時候賭一把就選上 就是這樣子啊 你有認認真真為在地服務嗎 沒有 因為你是一個賭徒性格嘛 就是我只要薄小小的這個精力 然後就能夠獲得大大的收益 靠著抗中寶臺來拉升量 我目前我也在我自己的臉書上 我就問了 假設今天是新黨的侯漢廷 被挖出來又造勢逃逸 然後回避重就輕 又賭博這些前科 請問民進黨會不會挺我 民進黨會不會為我加油 國民黨會不會為我加油呢 民進黨當然是不會為我加油 下面就有很多綠營的人士 就在留言了 因為你就沒有支持抗中寶臺 因為你就是匪諜啊 首先呢 第一個 罵我中共同路的人多了 你他媽算哪根充 對吧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所以可見 對於這一些支持者來說 他就真的不care 這些過去我們覺得 見死不救是重大的惡行 他真的不care 面對賭博這件事情 說謊也是一個罪過 他覺得只要抗中寶臺 一切都能容忍 只要抗中寶臺 就是殺人犯幾乎也都沒關係 這就是獨派真正內心的想法 台灣真的能夠容忍這樣的人持續存在嗎 台灣應該要的 就算是 本來想要拿亮哥開個玩笑 後來想要算 台灣真正需要的 就是像我們正常發揮一樣 是發揮什麼 發揮大家正常的良知和良能 真的 謝謝漢廷 來 我們去往下 陳柏威我覺得夠了 差不多就這樣了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人 也是喜歡胡說八道的 來 來 到底有沒有20塊的面線 各位 各位 我等一下找給你看 我網路上有些圖 我找給你看 到底有沒有20塊的歐阿米線 到底有沒有 來 昨天我們的主記長在立法院 被問到 有沒有20塊的歐阿米線 主記長說 有 歐阿米線多少錢 主記長說現在應該賣20塊吧 昨天被問到這件事情 結果今天呢 記者看到他當然要再問一次嘛 我說我昨天還不想講的 但我發現這個人真的也是說謊不打草稿 來 今天記者在立法院又讀到了我們的主記長 主記長 20塊是講錯了 還是真的以為是20塊 我們的主記長說 因為當時委員質詢 我沒有聽到歐阿這兩個字 我以為只有面線 他是這麼說的 那我們就來看看 前一天他在立法院接受質詢的時候 到底當時的狀況是如何呢 來我們有影片 來 主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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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20塊是講錯了 還是說真的是以為20塊 你講是 你講是 你講少吃小吃 我沒有聽到 那個 這那個 我以為是只有面線 謝謝 你知道歐阿米線現在用完要多少錢 什麼東西 歐阿米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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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20塊左右吧 哪有 吃米不知道米線 吃歐阿米線 不知道歐阿米線 要介紹 現在最沒有 35塊 50塊 有人說你不食人真煙火 這是指面線20元的意思嗎 我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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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說水餃從4塊 漲到5塊 他說行政院都沒有漲 對 等一下我跟大家說 這個就叫做 不食人間煙火 好不好 來我們先請這個 裕俊 就是說這些官員 就是 在國會電堂上 今天就算是媒體問你問題 為什麼會這種嘻嘻哈哈的態度 是第一個我實在沒有辦法理解的 如果今天我是記者的話 我馬上就問他說你不抽煙 那這個主議長你知不知道一包煙多少錢 他搞不好也跟你說20塊 就是一個負責國家這麼重大的一個官員 對於物價的掌控 基本上到底是有沒有 那今天這些人好像是不是都是 柯文哲的這種邏輯 殺以理論 因為他不知道 歐阿米薩物價多少錢 所以他要告訴大家說 我很荒謬 我這人很這個 跋扈 我這人撒謊不打草稿 我這人說謊連也不會變紅呢 是不是用這種方式去 轉移他專業的不足呢 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危機 這個控管的方式嘛 就是說我這人很無恥 那或許大家對我專業的不足 就會稍微忘記嘛 所以歐阿米薩是一個民眾 大家都會去吃的一個小吃 那歐阿米薩的漲價 就是說大家不要去看說 主席長認為是20塊 事實上是35到50塊 這是很小的事情 這就代表說 主席長的物價的理解 跟實際上物價的理解 可能差了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 那他在做決定的時候 會有多大的誤差呢 他在對於民眾所需要的事情的時候 他會做出多大的誤差 這才今天我們最在意的事情 為什麼你的判斷會這麼差 今天你不需要去經驗 就這樣子的生活 但是你必須要知道 一般老百姓需要花多少錢 你看喔 我們今天不是有一個新聞出來說 這個最低工資調漲了嗎 那如果我們政府官員 根本搞不清楚一碗歐阿米薩 到底是多少錢 一般人在最低最低限度 要去溫飽一餐的價錢的時候 你去調這個最低工資 難道只是例行公事嗎 會去領最低工資的這些人 都是我們社會最需要被保護的人 這才是我們今天在意的東西嘛 誰管理抽不抽煙啊 你抽煙你是老煙槍 跟你的專業才是我們今天 最值得關注的事情嘛 再加上就是說 民進黨這些官員 為什麼一天到晚 就這個人一匹無難事呢 一天到晚就耍匹 一天到晚就覺得自己很幽默 你既不幽默 你又沒專業 所以民進黨這整個一套執政下來 已經被台灣人看破手腳了嘛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嘛 一大堆民進黨官員一而再再三 有這樣的情形嘛 所以我就看 這位官員他還可以撐多久啦 要是我是他的話 我是這位主席長的話 朱先生我們來呼籲一下 你就自己請辭吧 你不要到時候被民進黨切割 你到時候更慘了 做政府官員要維護自己的尊嚴 你不維護自己尊嚴情況下的話 你是侮辱整個國家的殿堂 小滿怎麼看這個主席長 我覺得他這樣講 對我來說是好事啊 因為我是貧窮人嘛 貧窮限制了我的想像 他是主席長喔 他都已經認證 歐阿米甩一碗二十塊 以後超過的我就說 你詐欺跟不當得利 這不是很好嗎 以後歐阿米甩一碗二十塊 大家買都是一碗二十塊 主席長說的喔 主席長說的啊 政府官員說一碗就是二十塊 所以你賣的比二十塊貴 對你都不合理 你就是不當得利 是啊 來我們繼續往下看 還有一句話喔 這個記者就連著這個問題問主席長說 有人說你不食人間煙火 他說我不抽煙 其實真的不好笑啦 那剛剛我也告訴你了 昨天羅明才問你的時候 你自己還附送了一次 附輸了一次歐阿米甩 結果到了今天你告訴我說 我沒有聽到歐阿這兩個字 我以為只有面線 欸各位這真的標準的說謊啊 這是標準的當眾撒謊 而且他是主席長 各位知道主席長其實是 滿重要的一個職務啊 他也幹了滿久了齁 蔡總統上來都是他嘛 他是之前就是主席長了 他是林全的同學 你看看也是應該也是專業 結果今天講這種話 我再跟各位說 他不只是歐阿米甩 吃米不吃米價 過去在立法院 你知道這一個主席長 我所謂主席長就是 他是掌管 我剛剛說了齁 物價膨脹啦 你的薪資會不會縮水 薪會不會縮水等等等等等等 好不好 來 2018年羅明才問他 滷肉飯漲多少 他說我不吃滷肉飯 大家有沒有記得這個新聞 有吧 對 來 2018年衛生子之亂 朱澤民說 衛生子囤久了會發霉 對身體不好 2019年羅明才說 一個豬肉水餃四塊錢 過了年現在一個水餃漲到五塊 可是薪水沒漲 主席漲怎麼辦 他怎麼回答 來 行政院餐廳水餃都沒有漲價 所以我們可以到行政院的餐廳 或是立法院的餐廳去吃水餃嗎 去吃沒有漲價的水餃嗎 再來 那今天在立法院 包含王美花 包含了馮氏寬 被問到二十塊 歐阿米什麼的事情 王美花說 我最近比較常吃滷肉飯跟肉丸 他說小碗滷肉飯一碗大概三十元 馮氏寬說 五十年前可以買得到二十元的王美花 來 漾哥 因為我跟他很熟啊 所以是 不好批評是不是 我常常都在臺政委員會 所以 我們這個 我們在哲民兄講過的語錄驚人 也不只這個啦 事實上 我們以前也常常在講那個 我們的平均所得多少 那就很多人要求他要提出中間數 他老是用平均嘛 對 所以今天有個新數字 說我們平均所得是五萬五啊 對嘛 所以就是說這個就是脫離實際嘛 就是 你可能是郭台銘跟我們一起平均了嘛 對不對 以前他在背群的時候 他事實上就是一個 這個就是他講話的style 說實在 所以我聽他這樣講 我一點都不意外 對 他講話就是那個樣子 所以你認為這叫做 不知民間疾苦 或是不食人間陰火嗎 他事實上就是沒有抽菸 也沒有吃蚵仔麵線 也不吃蘿蚵飯 睡覺只是行政院 然後很少 跟外界接觸 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那之前是健保局的總經理 對 那這樣子的人當足記長 是不是沒有辦法 您 亮哥你覺得啦 是會比較沒有辦法提亮到 小市民真正的心聲 他只追求那個數字 那主計場不應該是這樣吧 我跟你講不只他啦 事實上主計處 每次你如果跟他反映 這個我在財政已經碰到非常多次了 因為他反映物價上漲 比如說最近最嚴重嘛 對不對 他們每次都否認 他沒有一次告訴你物價有上漲 不只他啦 也包括石樹梅 也一樣 兩個都一樣 然後他就用 所有貨品的平均值來告訴你 對 說我們物價漲的不多啊 他就用什麼CPI嘛對不對 但其實我們可能是 小市民生活必需品佔很多 對對對 那你就要做區別嘛 就你 你可能是把那個油啦 什麼什麼什麼 大的物資一起來平均 對 可是我們感受最深的 就是日常的東西嘛 對 然後我們一天上 而且漲都是漲在這裡 對對對 可是那個佔比很低 對 問題在這 可是問題是跟我們信息相關啊 因為總消費跟你沒什麼關係嘛 對 可是CPI就是那樣算的嘛 他就 所以每次他講的就是 跟我們的感受都距離很遠 他每次都用數字嘛 所以 這個事實上以前馬英九也被這樣批評 其實都是啊 蔡英文也被這樣批評 對不對 就是統計數字沒有溫度 然後距離老百姓的實際生活跟感受都很遠 所以我們就一直建議說 你可不可以設計一些 跟老百姓感受比較接近的 一些統計的指標啦 就是都沒有啊 所以 因為羅民財喔 羅民財也是長期都在財政 因為財政這些都是老財政的啦 我跟他們都很熟啦 羅民財幾乎每年都會問這個問題 對啊 每年啊 滷肉飯啊 水餃啊 他每年都會問這種問題 今年問這個歐阿米什麼 他事實上還有另外一位也常常問這種問題 那個叫盧秀燕 我們盧市長 現在去當市長 對對對 就是問小市民民生的問題啦 還有一個是江永昌啦 他就會問一些說 你財政部設計的一些什麼 那老百姓使用起來都很不方便啦 這些問題我就覺得每年我當這個立委 好像每年都在重複這樣 然後這個政府 從未改善這樣 就是財政部設計的東西永遠都很難用 比如說台灣配 就是台灣金服公司啊 那個中央銀行管的 台灣配有誰在用 很少啦 很少啦 我們政府的 我們政府的 這個江永昌起碼 我看他起碼罵了五六年 到現在還是那個樣子 然後這個以後漢庭如果有機會當立委 就知道了 我們這個中央部會有一些部門真的是 距離離非常遠 距離人民非常遠 非常遠 然後 然後就是 可是這種脫離脫節啊 那上面的人也無所謂 因為他們更重視別的指標啦 你知道吧 比如說你預算有沒有把我編好 那稅入稅出有沒有幫我搞定啊 那我現在缺錢啊 你會幫我找錢啊 你知道吧 那 朱澤民這方面的能力是一流的啦 非常一流啦 嗯 他這個 秉承林權的特異功能啊 他們就是非常會找錢 所以 你看他跟 如果林權不是自己辭職的話 我相信他 腳印應該也覺得很好用嘛 嗯 就他們 跟那個 長官之間的關係 長官看他表現得好不好 主要是看他 稅收 稅入有沒有弄好啊 然後 預算找錢 是不是都幫我弄得頭頭貼貼啊 各部會的預算 是不是都搞定啊 大概都是這種指標 可是我們老百姓 我們老百姓 關心的可能是別的吧 所以 確實啦 我覺得 我 我就是看到這種問題又再發生了 那 其實我也不是很意外啦 不過老百姓當然 就 又一次看到他出陽相 就是這樣 我已經 我已經看過他出這類的陽相 很多年了 那 那 讓我有個比較專業的問題要請問 你在裁委嘛 嗯 現在很多人在單線的是五倍券 對 今天發下來 因為現在已經告訴你說 各位這跟你的生活息息相關 喔 你說會貶值嘛 對 因為物價上漲 對 當然會啊 這是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這是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我的意思是說 五倍券 因為 廠商覺得說 大家都五 大家都五千會來花錢 就漲價 政府大量補貼台電跟中油 然後壓制電價跟油價 然後讓他在這三到就是半年內 我們的電價油價沒有明顯上升 那坦白講就是台電跟中油賠屁股 因為就是政府補貼嘛 那市場 他的發電啊 或者是賣油價 恐怕都是賠錢 如果他 讓市場去反映啊 那我跟你講啊 這個油電雙漲 所有的物價就飆上來了 嗯 那就是說因為我們台灣並不是 我們台灣有一個方程式嘛 那在這種選錢 那在這種選錢 我猜啦 我估計 這個蘇貞昌不敢讓油電 在明年大選之前大幅上漲 可是台電跟中油就會賠一屁股 因為現在我們一直在還漲啊 就已經漲得非常厲害了 對我們現在是一直不斷的用國家的錢 在補貼我們的電跟油啊 我跟你講油價很明顯嘛 從三十幾塊現在漲到83了嘛 對 而且大家預計還會漲 嗯 那天然氣也是嘛 然後 那油跟天然氣 還有那個煤炭也是啊 煤炭在中國大陸今年 大概已經漲一倍了 漲一倍了 那這些我們台灣的火力 就已經接近80%啊 你想一想 那你的電價怎麼會不受影響 嗯 那油價 油價已經從三十幾漲到八十幾 那你去想想我們的汽油該漲多少 那如果這些都反映 在成本啊 那萬物起漲是必然的 所以你講了五倍券啊 就看你什麼時候花啦 事實上你面對通膨即將來臨的時候啊 像今天那個台化董事長出來講話嘛 他說明年 最大的黑天額就是世界性的物價膨脹 那通膨如果你預期他要來嘛 那你的錢網花你就是賠嘛 你懂我的意思 比如說你拿到五倍券對不對 那你就趕快去買東西吧 因為可能你 比如說你現在十月 你拿到五倍券 那你十月去買 十一月去買 到明年二月去買 恐怕你買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比如說美國我最近就看到一個影片啊 有人就在 他住在美國嘛 然後他就去超商買東西啊 結果他發現同樣的錢大概在半年前 跟對比現在 那他現在只能夠買到他 半年前的四分之三 那等於就是漲了25% 對就是你錢縮小了25%嘛 是啊 美國就已經這樣了 那方方面面 什麼都漲 水果貨品什麼都漲 這樣 所以你剛剛講那個問題是 確實有可能發生 然後我們有這樣的主機長 大概是辛苦啦 來 我覺得其他委員怎麼說 我倒是沒有這麼介意啦 沒有那麼在意啦 當然大哥也說了他一直以來都是這個樣子 一直以來都是這個樣子 來 我們還是來看一下這個 長官嘛 因為畢竟主機長長官是行政院長嘛 他的長官不是王美花 也不是馮世寬嘛 那今天蘇貞昌 也有被問到這個問題 幫他講話 蘇貞昌說 主機長一定是不常吃蚵仔米爽 這張電視牆發的不是很好 很亂 亂七八糟 一格一格我不喜歡這樣電視牆 不常吃蚵仔米爽 所以對單一品項價格不清楚 所以我非常感謝主機長 改天我會邀請他去吃麵線 主機長可以不知道 王美少多少錢 但是院長不能不知道 因為有多少停車位 學校的老師不能不知道 學校外面種的是什麼樹 種幾顆 來 記不記得蘇貞昌 他2020年去年的5月30號 視察高雄榮總分院 這個蘇貞昌提到 地下只有兩層停車位 你不用看那邊 然後 這個有多少停車位 那這個院長說 大概500多個 那蘇貞昌說 怎麼會大概 這個都計畫好的 幾個 這個院長回答他說 報告院長我不清楚 一個醫院的院長 知不知道醫院有幾個停車位很重要嗎 會比主機長搞不清楚 王阿米山賣多少錢 還要來的重要嗎 各位觀眾朋友 好 繼續 還有這件事 這也是我們講過的新聞 2021年今年的7月18 蘇貞昌到新竹縣 視察國小興建工程 他當眾 在那個學校 這個可能是一個 打一個棚子嘛 院長要來 在那個棚子裡面 蘇貞昌又要展現他的官威了 他問 學校旁邊種的是什麼樹木 按照四季的樹 是什麼樹 然後 包含新竹縣教育處的處長 包含新竹縣的官員 包含學校的老師 學校長官 大家回答不出來 然後蘇貞昌當場 就給他釘下去 釘得很兇 這個 這種電視場要做 就是要把蘇貞昌 跟這個老師 跟這個處長的對話做出來 因為重點是蘇貞昌後面罵人 而不是他問這個問題 好不好 拜託一下 拜託一下 這個 蘇貞昌很生氣 還說 你們學校旁邊應該是種什麼 種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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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對於醫院的停車場 他覺得很重要 他可能自己知道 拿來考院長 院長講不出來 他就罵人 他對於學校外面周圍 種什麼樹 他覺得很重要 把官員叫來 把校長叫來 把老師叫來 官員校長老師答不出來 他就不要人 展現他的官威 可是各位 真正攸關你生活品質的物價指數 通膨指數 會不會漲價 錢是不是變少 薪水是不是縮水 蘇貞昌一點都不在乎 一個主記長連續這麼多年 每年被問滷肉飯 蚵仔麵線 水餃 對 我知道很不重要 可是那個對我們來說 是真實反映民眾生活狀況的數字 這個不是不重要 這很重要 可是蘇貞昌其實覺得不重要 很多國家都會問米價 麵粉價 但是我們的長官跟長官的長官 絕對一點都不重要 可是當時插出那句話我很意外 所以我非常感謝主記長 對 那邏輯怎麼會找到這裡 感謝主記長搞不清楚 還是他 還是平常這個 我們的院長夫人 都不准他吃蚵仔麵線 但是因為 鬧了這個風波 他要帶朱澤民去吃蚵仔麵線 所以他謝謝主記長 各位你看到了 我舉這個例子要告訴你 對於那種 屁事 屁毛大小的事情 他在那邊發飆 光威 罵人 但對於這個 我們跟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事情 他根本不在乎 主記長答不出來也無所謂 因為對 蘇貞昌來說 只要官員可以弄出一個漂亮數字 讓他拿出來跟民眾說嘴 你看我好棒 經濟成長第一名 就夠了 這次就是你的行政院長 來你 先講個爛梗 就是說只有一種狀況之下 然後呢 主記長他才可以說 他沒有聽到蚵仔兩個字 什麼狀況 就他以為那個蚵仔 是個發育詞 蚵仔 面線20塊 請問他現在 那蚵仔麵線多少錢 喔 原來是這樣 好這是個爛梗 那麼古代啊 任何一個正常的皇帝呢 他都不需要知道糧價 因為如果太貴了要平利糧價 那如果太便宜了會骨劍傷農 所以一定要清清楚楚 不能夠四體不勤 五股不分 論語有寫 所以淨會帝才會被當成 少見的昏君啦 但是民進黨現在的官員呢 是負責會計 負責物價的 這個竟然不知道 而且距離人民如此遙遠 蘇貞昌挺得下去 蔡英文不吭聲 那當然整個民進黨上下 都是昏君共犯結構嘛 而且是前幾天呢 他才公佈了消費者物價指數 本月上漲2.63% 頓售物價指數年增長11% 這公佈沒兩天 然後主記長就繼續再講 這些胡說八道的話 嚴重偏離事實 不知民間疾苦 所以呢現在人家問他說 哎呀你不食人間煙火 他說我不抽煙 那同樣的邏輯 是不是如果人家講說 哎呀你不知民間疾苦 他說我不吃苦瓜 我也不喝苦茶 像話嗎 所以真的是印了那句話 叫做母的蝦比較大 公蝦比較小 公蝦小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廣告 在這邊我要推薦中天品牌合作夥伴JVita 他們的全能風焦圍倒農粹膠囊 可以調節生理機能促進新陳代謝 冷藝美容幫助入睡 這剛剛我才跟兩個聊到我們那個風焦產品 好像回購率滿高的 回購率真的不錯 這個很多朋友是買了以後 然後這個都會再回來 這個再購買 就是當然是覺得可能 對於提升睡眠品質等等的有幫助 所以有幸運的朋友 也可以這個參考一下 也可以參考一下好不好 來這個我們最後請玉君 就是說如果下次人家罵蘇貞昌說 你真的怎麼這麼驕傲 他就可以講說我不知道這風焦多少錢 是不是這樣子 我的回購率很高沒關係 我也不知道他多少錢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這整個事情下來 這個荒腔走板 民意黨政府已經到了一個 雖然現在公投還沒到 但是民眾可以開始 對這個政府投不信任票了 那不信任票的第一站 其實呢 大家很快就可以在選票上 反映出這樣子的想法 那民意黨繼續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在野黨是最高興的 就是說在野黨好像 馬上就可以變成民眾的 另外一個選擇的對象 所以呢 我後來想一想 民進黨你也別改了 你繼續這樣子 這些官員你也別換了 繼續留在上面 但是可憐的是老百姓 我覺得這個事情 她可憐的是老百姓 一個辣子 這個事情 叫你吃老百姓 之前 сид會是… 那是老百姓